兄弟们大家好,我打炮 最近的话这个剑灰灯鸟塞真的是 奇奇怪怪的玩家 各种奇奇怪怪的玩家 你看一下关战番啊 关战番这个大坛官府 我操的妈 真的,我都忍不住说詹话,你懂吗 关战番他变了一个地狱战神 地狱战神的话是有一个连击的一个属性 连击的属性的话 因为他平坦他会触发那个套砖嘛 你看没有 落叶萧萧套,四血斑落叶萧萧套 加限定激发 兄弟那你直接玩个 就直接玩个法系 他不好嘛 不过他这种大坛官府的话 如果说硬件非常好的话 那也挺牛批啊 那你带个无级别武器 再带个无级别扇脸 你把功法兼备,功法酸修 这也是个人才啊兄弟们 平坎 落叶萧萧 人家带那个 就是这个兄弟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一般那种法系的话会带龙卷羽姬套 我说的就是一般这种大坛官府的话会带龙卷羽姬套 为什么棺材帆不带龙卷羽姬套呢 龙卷羽姬三害低 落叶萧萧三害高 就说一说话这个兄弟啊很细 那我那这个兄弟为什么不带那个飞杀走石套呢 龙卷羽姬套这个大坛官府很有意思呀 四血帆年级 这一回合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可以出出手特别多次啊 七八次都是有可能啊 平坎出发 就是平坎 第一回合平坎出发 落叶萧萧 第二回合四血帆 落叶萧萧 再四血帆再落叶萧萧 再出发地狱战神的年级再落叶萧萧 一回合七八次都有可能啊 地面套五对咒 关键翻弹 先把我找起也不起 高手真的 诶 这怎么还有龙卷羽姬是什么意思呀 哦这个是风灵珠 对吧 提升伤害是这个意思吗 对面的话 无级别大哥 魔盘寸 对面的话秒两个单位 打参观赴平坎 射击把运气不是特别好 没有出四血帆 也没有出年级 可能对面宝宝的话 都是有高级反证 因为69级的这个宝宝啊 他 还是 呃 那个几率也没有 就就是 宝宝技能会比较多 因为雷两人比较好合嘛 这边的话 金麦的话 每八回合最终四番 一次 披肩什么什么什么 哦 八回合的话 每过八回合 四番 四番这个套砖的几率会 高一点 是这个意思对吧 我就想看观赴帆这种 物理戏 一回合最多能够砍几次 观赴帆的宝宝比对面人物快 人物单位一旦倒地之后的话 可能不太好起来 评看对面的人物单位 他怎么又有龙卷雨季 又有落叶萧萧 是什么意思呀 哎兄弟们 卧槽 这一回合四 卧槽 一回合六次 哎 他这个 有玩过六十九级的大哥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解释一下吗 这龙卷雨季 大谈是什么意思呀 他不是落叶萧萧 怎么又变成龙卷雨季了 比赛的话 十一回合 哎 观赴帆这个物理戏的话 也 说句心理话 也只要 怎么说呢 我就 就算多带一点就行了 应该是出了一个归宿 就这种物理戏 好玩啊 就是他 啥时候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他一回说 动不动给你秒 秒个七八次 我说平坎四血翻 四血翻再连击 连击再出龙卷雨季 就这号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他这种号的话 这种非主流的这种 玩法的话 确实 口袋里面 也得有money才行 他得有 无级别线炼 无级别衣服 真的 你带个 你不说带这种 140的无级别 最起码得带个130 130的无级别线炼 无级别衣服 带个100 带个散害高一点的武器 因为 武器的散害 跟法术散害也挂钩 那这个号的话也猛 头盔的话 打什么太阳式 红马脑都可以 对吧 武器的话就是正常的武器 线炼跟衣服的话 舍利舍 我操 这 功法兼备 无敌 真的 又能够平砍伤害也高 高手 真的 就把梦幻西游 完成这种情况的话 就跟比赛的输不输 赢不赢是 就 无所谓的 你懂吧 就 就是真的是喜欢玩 梦幻西游 就跟 比赛的输赢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比赛的话 16回合 现在 这个 是气灰后对面的话电 可能武器灾害不是特别高啊 他这种大弹 其实只要你武器跟头盔段数高的话 命中率高的话 武器的话也不一定非得带必送武器 带个高三的武器我觉得会更好用一些 观察发现的话也有东西 也不是那种无脑平坦啊 对面倒地出了一个死亡召唤 平坦落叶萧萧 怎么有的时候是落叶萧萧 有的时候是龙卷与鸡对吧 69级真没玩过啊兄弟们 哇这伤害也高啊 取秒对面1800呀 我做好生的 这大哥的话挺猛啊 宝宝加分关 宝宝不会有高级永恒吧 69级的摩帆寸其实没有 175级的摩帆寸好啊 伤害没有那么高 而且也分不了身 23回合的一个比赛 那对面应该是打不过 不会观察发没有九转了吧 哦观察发没九转了 我说这啊兄弟 不会吧兄弟 观察发应该是没有九转了 我说这啊 这被翻盘 哎呦偷偷地又拉了一个 哎观察发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呀 他故意不拉自己 让对面没有让对面有希望 对吧 连接 哎呦这号真的玩起来有意思呀 28回合 观察看这个宝宝有死丸召唤啊 还能给对面丢混 死丸召唤 两个死丸召唤 给对面挂 对面直接逃跑 真的头晕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